我们都经历过自己的个人问题,我们去任何地方,有时,一个去进步很少能起很大的作用。 科学的研究也显示快乐的心情和促进更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这些鼓舞人心的一句名言,有望帮助你的旅程中来寻找来源,鼓励在今天的世界是很困难的。 但是,有时也有鼓舞人心的语录,提醒我们保持乐观。 希望这些将提升时鼓舞人心的一句名言,立刻提升和提高情绪。 经常有潮流和时尚,广大市民都感觉到它有。 然而,如果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被取代,它是纯粹的幸福感觉,快乐可导致活的生命,使得其他人可以查到。 二,想到了所有的美留在你身边,你会高兴的,安妮弗朗克,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吗? 每隔一段时间,就走出家门,向左边看,看你得了一口尝气。 笑容,成外还只有附加的健康益处的改善了能量,减少脂肪,核心血管健康更好。 但Bennett,也许最大的好处是快乐的,是没有时间限制,或何时和多长时间你能幸福? 这应该是一个灵感,为什么放弃幸福的,你可以选择快乐,死便失去六十秒钟的幸福,这提醒着我们的准确时间,我们失去的快乐。 这是复党,想象一下,如果我们想要保持疯狂的整个时间,这就是三千六百秒的快乐,不要浪费你的时间。 而是,聪明,愉快,五,这句话给出了完美的散热效果,一旦你开始感受到了幸福的理念,它就像一块磁铁,吸引正能量向你改善你的心情。 这个励志小语莫大的透视图,身高小任务开始于第一步骤,而某些责任是令人生累的,致记得要一步一步来,没有人能够携带沉重的负荷。 如果你想到达的一沙顶或完成目标,人人都有,他们去那里,记得人生的失望,我们都没达成某些目标,但是永远不会失望,重要的是永不放弃,放弃猜疑。 除了你没人知道你,不论你正处于顺境还是逆境,只要知道你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,那是你写的故事的行篇章。 一旦你到达终点的旅程,你会有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。 永久我们都有说到或做的事情在我们的过去,我相信我们可以带回去,但不要让过去阻碍你享受你的未来。 是快乐的理由。 Robert Broad 找的道理,开心,快乐度过的,幸福是迟早的事,幸福永远是第一步的励志人生。 我们都会经历着生命挣扎,悲哀,我们可以试图藏匿之处。 然而,选择快乐的东西,总是会有回报的,以快乐的心情和健康。 但愿,这些鼓舞人心的言论,帮助提振精神,并鼓励你选择快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再试试